北京时间9月26日,中国女篮世界杯八强赛,迎战拥有两名规划球员的日本队,中国队预定目标是打进八强,因此本场比赛就是决战。 日本队的规划黑人球员伊弗林,运动能力出色,速度快移动快出手快,并且有着极强的对抗能力,开赛之前,许立民指导就针对他制定了几种防守战术,但是,在实战中,仍然难以抑制住他,伊弗林突破坚决,强板凶狠,外线出手果断,防守敢于上身体,在他的带动下,首阶层送给中国队西比林的攻势, 被逼叫停,全场比赛,伊弗林拼尽全力,展现了全能的手段,但是,中国女兰姑娘们摇紧牙关,死缠硬打,生生啃下这根硬骨头,从最多落后11分,到最后领先9分,完成20分的大逆转,以血性,以拼搏,以硬碰硬的精神,勇敢地挺进八强。 赛后,看到中国队员精神振奋,聚拢在球场上,胳膊搭在一起,发起胜利的呐喊,这个拼了全场的规划球员,双手掩面,痛哭不已。 可以说,日本队打得已经够拼够好的了,但是,狭路相逢勇者胜,年轻的中国队赢下这场艰难的胜利,也将五年不胜日本队的记录踩在脚下,打出血性的女兰姑娘,胜利达成愿望。 现在正整装待发,踏上冲丝墙的征程,祝福你们,美丽、勇敢、拼搏、进取、血性的姑娘们,免责声明,文中图片引用字网络,如有版权方情联系删除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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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